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先生来了 在书房等你 叫什麼叫啊 叫活兒呢 陪我睡個覺 你就怎麼了 你這個壞女人 沒男人陪你睡覺 你就快死吧 媽媽媽媽媽我不走 不行媽媽媽媽媽 我不走啊媽媽媽 睡覺睡覺媽 我不走在哪兒啊媽 睡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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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睡睡睡睡 媽媽媽不走啊在哪兒在哪兒 睡睡睡睡 睡覺睡覺 什麼 對啊 optim語是 次 真的是 好 行 虽然说武器装备上差一点 可都是响当当的汉子 打日本人 不会垃圾白带的 可怎么就叛变了呢 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账东西 被鬼迷了心枪 做出这种造了一批的事 事情会查清楚的 他心讲的 吃四川喝四川 到头来还要欺负咱们四川人 真不是东西 我爹要是受了咋委屈 老娘非得让川江两岸的兄弟 把粮藏了 把水断了 看他怎么着 这女堂主 真是威风八面啊 别说奇话了 现在呢 是民族存亡的时刻 这也不是我们四川的事情 是整个中国的事 你干啥呀 干啥呀 回来就教育我呀 我回家娶我 你回家 这儿不就是你们的家吗 我们都住在你家 你要是真回家 也得回老家 可是魁叔现在出事了 你回老家能放心吗 我就是勇气 跟你说说 刚回来我就给你耍脾气 是我不好 来 好久没抽了吧 试试 这东西 我现在还真抽不管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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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走吧 我以前总盼望着 你能早点回来 可是你总是不回来 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 你却带着老婆孩子回来 我伴着我爹 打完这本鬼子就回来 给我主婚 完成打倒人家的心愿 可是她回来 只有被抓进了监狱 我不敢再判我了 小谷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把魁叔救赎你 等魁叔出来之后 问你和梁天的婚事吧 再抽两口 来来来来 再来来 我给你听到我 是 是 到了 你去看看 這確定是 石正希找的人嗎 確定了 而且就在今天晚上動手 這個施政信 好像跟梁桐有仇啊 雖然我們在調查梁桐 但是梁桐的安全必須保證 明白 七十六號在重慶點 暗中已經完全被我們控制 日本人想要在重慶搞暗殺活動 那是比登天還難 局長您不用擔心 一定要乾淨理所 我要警告一下 這些想在重慶搞暗殺的人 為了安全起見 梁桐還是隔離一夜比較好 我們盡早殺掉殺手 讓他早點回家 不需要大驚小怪 控制好局面就萬無一失 好 米蘭妮小姐已經到了 住在萬國賓館 我們已經監視起來了 好 我知道了 你去吧 是 米蘭妮這個神秘的女人 到了重慶 曾光熙抑制不住 要揭開米蘭妮秘密的興奮 這個接受過嚴格特工訓練的 米蘭妮小姐 到底是什麼人 梁桐和她有關心嗎 對梁桐的懷疑不能解除 曾光熙唯有給梁桐的 升遷之路設置障礙 一個有疑點的人 絕不能讓她掌握大國的命運 這 別人 這 別人 花草 是 邀請 你們 pero 給我 你們 快樂 謝謝 我的天啊 不怪我 我快樂 我快樂 你沒想到 你說吧 秀姑每回来重庆啊 都得接他们去他那儿住 孩子们去了就不想回来 被秀姑惯得很 你有多长时间没见过秀姑了 两年了我 这魁叔的事 你要当成自己家的事 这几年多亏了 魁叔和秀姑的照顾 对了 我先去给你打洗脸水啊 我哥和秀姑是怎么回事啊 大哥这些年啊 也是为了补贴这个家 一直没有成家 现在的物价一天一个样 我那点薪水根本不够 大哥打了两份工 才给我养这个家 你去英国这一年多 给家里留下的钱 才让我们缓了过来 这老太太啊就开始想着 替大哥操办个婚事 这不知道他怎么就想起 把秀姑和大哥扮成一顿 老太太把大哥和秀姑的八字 放一块儿算了算 说他们两个八字合 就是有点鬼闹 请寺里的师傅 给他们做做法事 说是肯定没事 这不是封建迷信吗 那这还不是你闯的祸呀 秀姑从小和你指负为婚 后来奎叔送你去日本留学 留学回来你就毁了婚 秀姑到现在 都一直还是一个人呢 这事奎叔同意吗 奎叔同意呀 但是秀姑一直死活不同意 你奎叔发了脾气 这才定了下来 这不是强迫吗 那秀姑从一而终等着你 这算什么呀 你还记得 你上次回来是什么时候吗 去英国之前吗 在家待了多长时间呢 好像两天 只一个晚上就走了 这回能住多久呢 这回啊 也说不准 这回啊 也说不准 你就不想我吧 我去给你打洗点水去啊 我去给你打洗点水去啊 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不能出现任何的疲劳 放心吧 周围都是咱们的 不会有人话问题的 一旦出现问题 你我都担待不了 是 你就不是 郑长 怎么样 那几点你小心 已经睡着了 那儿都能见识着 好 你去告诉大家 让大家严防死守 一定要控制好 每一个可能的狙击地点 一发现目标 马上来报告 是 我们要捉鳖了 好 报告 走 杀手应该上了屋顶 具体位置我们正在找 但是 但是怕惊动的 让他跑了 一定要赶紧找到 是 天然之间一定得找到 是 报告 范围已经基本确定 应该很快有能找到 仔细找 快去 是 窗户怎么开了 这太危险了 少人 你给我过去的 走 赶快 赶快给我把他找出来 是 快 你给我自己找 赢那给我找上 走 走 我会想发现目标 是 你又把我一枪干掉他吗 天太黑 怕没有不准 兔子还咱们 照明弹准备 是 等照明弹亮下的手 给我一枪干掉他 是 梁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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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敲门 我知道 平时这么晚有人来找你吗 我看看是谁啊 你等一下 明昊你窗户 把护照 反应 走 不好 还有一个 走 这两个人哪 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你们三个跟我走 你把门撞开 是 是 好 是 撞 是 上 快 这边 梁铁 哥 哥 哥 梁铁铁 你怎么回事 教授 是 哥 站住 站住 别人家跟我说 快跟着你追 走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 站住 徐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呢 这 这前面的黑暗 你赶快回去 跟我走 走 快 你们快去 再边 你怎么回事 我 ah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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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女人 这个神秘的女人 让自己招迷了 中山惠美 难道是一个功夫高手吗 米兰妮为自己 不可思议的攻击能力 努力地在寻找着 何谷情理的解释 这一定和一个阴谋有关 而这个阴谋 和雅尔潭密约 有着必然的联系 七十六号杀手 曾光熙 石正信 和日本人 他们之间 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杨总尚是怎么样 手臂挡了一下 声势不重 没伤了顾他 郭导 局长 班长 怎么样 没事 擦拨点你 梁田手术呢 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 是我的失职 我没想到 七十六号那个杀手后面 还有一个 我们没有控制的杀手 太危险了 你说你叫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办呢 那个杀手一定是日本人 谁真的是日本人 因为他抱起来是罗车腿 他们都看见了 这件事情 很可能跟石正信有关 石正信 你也可能第一次听这个名字 但是他对你一点都不陌生 从伦敦开始 他就一直指挥着 对你的绑架行动 这石正信是个什么人 日本大本营 参谋本部 少将参谋 少庄派的强硬分子 在日军中 有相当的支持者 有人说 这家伙是个军事天才 你到加尔哥大后 他就成了你的尾巴 你在印度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了 石正信这么固执地 要刺杀你 我也是白思不得其解 塔莎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能解释吗 我现在还没有头绪 在伦敦的那些世界 纯属都是偶然 日本人很难对付 他们有狂热的一面 但是也有非常严谨的一面 他们不会就此把守的 这件事情我快彻查 有消息我随时通报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跑来了 怎么样 你伤人骨头啊 没事 你怎么回来呢 日本那个港村警测 弄了个玉碎行动 陈部长要调十八军 参加湘西会战 明国离得到重庆 这不刚下飞机 就听蒙翔说 你们家出事了 恶手伤了 让你抢救了 谁干的 恐怕是想要你的命吧 日本人干的 这帮日本鬼子 明都不行 他们就安对着下手啊 这事校长已经骂娘了 这可不是大哈哈的事情 重庆什么地方 一个国军高级将领 在家里被日本人强杀了 听说过吗 都是我做事不周密 行了 没事 童子 你身后有咱们十八军 十几万弟兄呢 大家都很想你 他们来不了 派我做个代表 有空都会老部队看看 都等着见你呢 我和你一起去见何长官 我要参加湘西会传 血战要用鞋来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部 是指挥对日作战的核心机构 作战部次长刘飞云 负责指挥制定湘西会战计划 柳飞云是贵系的重要角色 只要有任何机会 就会为贵系决取利益 她还有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身份 柳飞云的贵系身份 既是她的保护伞 又是她打击对手的后盾 而副参谋总长白重喜 却有着自己的打算 这张要想打赢也很简单 愿闻见功靠近 只要我们不插手就赢了 广大内地 一直是我们这些 没有多少美食装备的弱旅 再和日本人党 也应该让中央军表现比较 我看蒋先生会让您挂帅 何总长可是明确表态 反对相续会战的 来 坐吧 好 飞云 作战方案还是往大里做 指挥的事你别参与 我也多远点 那不太可惜了 可惜 眼前这对功劳算什么呀 我们要为战口的事情都想一想 我不缺这份工训 也不给我委员长 留下血弱我们的机会 这个总指挥您不愿意干 何总长也不愿意干 可是有的人却很积极 陈诚 陈诚的亨哈尔将 已经去何云青总长那里逼宫了 十八军胡子齐 向总森林报道 董长 您的伤势怎么样 我没事 你哥哥呢 做了手术 取出了子弹 还在危险期 这件事情 我已经让曾光夕去查了 太有香话 国恨家仇不能不报 请总长给梁统一个 报销国家的机会 等你的伤养好了 再说吧 子齐啊 子齐 欢迎您 欢迎你们十八军 到我们第四战区 参加湘西会战 可以参加湘西会战 是我们十八军莫大的光了 你们能来 可见得 陈部长对我还是很支持的 我和某非常感激 来 大家坐着聊 坐 坐 我要批评一下梁统啊 严厅总长教会 你是我们西南子弟兵 论你我的交情 不比任何人差 可胡子齐不来 你也就不来 你说 你在英国一年多了吗 上回你在加尔格达 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这回在重庆 你又无端地被人打成这样 我真的很担心 谢谢总长的关心 总长 梁统身为西南子弟兵 还是希望可以追随总长 战斗到前线 左司令 梁统可是优秀的军事人才 如今党国正在用人之际 应该让梁统到前线指挥作战呢 怎么 你们来之前都套好的 论军事才能 梁统在我之上 实在不行 让他当十八军军长 我给他当副手 到参谋 都行 好 梁统 这场会战 你会选择在什么位置打 湘西的指向机场 指向机场 是远东的第二大机场 港村宁次应该会在第一时间 拿下指向机场 去年和日本人的一号作战 日军已经占领了国军 还有美军七个空军基地 和三十几个机场 现在指向机场 已经成为美国战略空军 在华唯一的前线机场 东京上方很多的炸弹 都是从这里运过去的 已经被日本人示威了眼中钉 所以指向机场 会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目标 有 那么如果要你选择 会战的战场呢 雪峰山会是最佳的选择 雪峰山是指向空军基地的天然屏障 一手难攻 雪峰山 从东北到西南 侧队湘西 东林滋水西靠原浆地势 非常的险要 一手难攻 在战略的制造思想上 我们应该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 先手后攻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制空权 在山地作战当中 空中优势 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建议 调动美机械化石 这样我们的火力和装备 就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第一期作战 我们的第一期兵团 会配合空军进行轰炸 在既有阵地和有力地形的 相互配合下 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第二期作战 在日本人的进攻受阻 和大量伤亡的前提下 第二期兵团 进入有力的地形 采取攻势 和第一期兵团相互配合 把进入雪峰山之地包围旧间 很好 梁桐 你们是有备而来的 这个仗 我们有准备 可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当北方的日军难移 就给了共产党 有了拓展实力的机会 日后 就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 而且 中国在交战状态下 与苏联谈判 我们很被动 到时候很可能我们中国 会被迫接受 雅尔塔会议的结果 一个杰出的将军 不能只是一介五夫 还要懂得政治 政治是什么 首先它必须要有大局观点 我就是一介五夫 我不懂政治 我就知道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责 湘西会在 谁不愿意打就别打 我们打 我去找蒋先生 你们两个做好思想准备 再让我们打 打开个灵魂错枪 赞子毛坑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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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 这就是原货传达 还没天要加速的 你这是激将法 我懂 石正县 在这个日本最危急的时候 来到中国 他对雅尔塔密约中 苏联将出兵中国东北 充满了待遇 企图凭义己之力 打开调停中日战争之门 使日本安全体面地 从中国撤出 既避免和强大的苏联 进行必败的战争 也将日本残留的军事力量 回撤本土 在本土和美国英国为首的盟军 决战 久不见 久不见 你一点都没变 再次来到上海 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请 请 廖斌先生 重庆政府委托的代表 我是正式 盼着这次见面已经很久了 这么大的雨 阁下真是风雨兼程啊 来 请 根据您提供的和平方案的框架 我起早了这份执行案 蒋委员长对全部内容已经进行了修订 那就是说 这是姜伟委员长的意思了 完全是这样 我有一点很疑惑 你有什么疑惑 我们是和重庆政府合担 但是 姜伟委员长就围躲您的代表 您的身份 我如果没有告诉的话 您是 南京国民政府 立法院副院长 这个很好解释 自从汪精卫在日本去世 南京政府早已经群龙无首 现在呢 形势大家都很清楚 中日都已经开始和谈了 南京政府早已民村失望 很多官员 现在都和重庆取得了联系 大家也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当年汪精卫先生和日本合作 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 看好的就是日本和德国的胜利 现在局势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在国人眼里 我们都成了罕奸 如果中日和谈成功的话 中国和日本用中国话说 就是一笑女人仇了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 我知道您的顾虑 蒋委员长也有所顾虑 中日和谈 毕竟是中方和日本的和谈 这是违背英美之间蒙国的协议 目前和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一旦泄密 重庆方面会非常地被动 以第三方接触 大家都会留有一些余地 那么大利本帝国怎么相信 您除得了蒋委员长的授权呢 这个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我看这样 能不能请蒋委员长写个亲笔手谕 做个书面委托 委托廖斌先生作为重庆政府的代表 这样就正式了 小级国家书上 希望重庆代表疫情千万断绝 书上将引荐给黄氏和内阁成员 所以 身份一定要明确 将委员长亲笔所写的为人状 是起码的要求 这个要求不过分 我马上联系何英勤总司令 请求委员长即刻写下一份亲笔手谕 我希望尽快能看到这份亲笔手谕 要快 时间已经不等人了 江委员长已经确定 在浙江机场一带实施湘西会战 和岗村宁次决战 能求你们看到吗呢 那我先走了 等委员长那委托书到了 我们再继续 希望我们尽快见面 一定 这不是江委员长降大 是港村宁次要遇碎 局势过头看 把握的过头 大立本帝国的前途 就会在这些之后的兄弟 尤其是现在 重庆政府陈诚等主战派 明面上已经占了上风 你是谁 你是谁 军政部的部长陈诚 陈诚 陈诚 梁童不就是陈诚的首相吗 对 梁童还是陈诚的亲信 又是他 你哪有什么办法 我都要吓了他 梁童已经地方了 我还有秘密有志 他可不是一般的傻手 可笑 有人希望特意交代过我 一定让你低调一点 不要节外胜之 我担心这个来 会影响到我们他们计划 我们如果杀了梁童 会打击重庆就将办了激烟 也会打了他们的步伐 就给我们赢得了议和的时间 来 梁童的身份不过是个少将 虽然最近她的确是炙手可热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 为什么阁下 如此关注这个梁童呢 急救和判断 真人的急救 就这些 这些就够了 这些 就看 你不能用纤纷的高地来判断一个人的能量 到里边环境的大脑 十月 但就只不过是个种族 别人 也只不过是个校长 但是我们做的 就是今天动地 富国富美的大事 这个影响 今天才是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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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